我發誓我們的初心絕對沒有想要隱瞞或是欺騙社會大眾 我們的產品從來沒有強調過是鮮奶茶 但是在產品標示不明的這一塊 沒有寫清楚 就是我們的疏忽 對不起 對於受到這個風波影響到的人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現在時聖的門市還有官網上面呢 都已經改進而且標示清楚了 關於這次產品沒有標示清楚的事件 沒有話說 也是我們的疏忽 我們真的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們真的真的沒有想要欺騙大家的心 可是這件事情絕對絕對就是我們的疏忽 對不起 再次跟大家抱歉 大家好我是小吳 以下的內容都是我跟普欣共同發表的聲明 首先非常的抱歉 事件當下沒有第一時間出來說明 也在還沒釐清狀況的時候 就在現實動態上面倉促的回覆 首先必須先跟大家說一件事 時聖這間公司並不是我跟普欣完全持有 時聖的裡面呢有其他股東以及各部門的同仁 當時呢是需要等公司內部的聲明討論出來後 我們才可以正式的公開回覆 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出來說明 我們絕對不是要逃避或是推卸責任 當初呢成立時聖這個品牌呢 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喝飲料 所以就跟朋友一起合資創立的時聖這個品牌 大家呢就分工合作 負責不同的工作內容 我跟普欣呢主要就負責宣傳以及飲料的試喝 其他呢像是產品的研發細節 或是廣告宣傳等等的 都是由專業團隊去處理的 從一開始這個配方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收稱生乳裡面還有奶精 飲料這個東西很主觀 一直以來呢我都是偏愛奶精的奶茶 我也是真的很喜歡這個產品 才會分享給大家 我發誓我們的初心絕對沒有想要隱瞞 或是欺騙社會大眾 我們的產品從來沒有強調過這些奶茶 但是在產品標示不明的這一塊 沒有寫清楚 就是我們的俗乎 對不起 對於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我跟普欣都還是新手 感謝大家對我們的檢視 很多不夠完善的地方 我們都會多做改進 對於受到這個風波影響到的人 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現在時聖的門市還有官網上面 都已經改進 而且標示清楚了 關於這次產品沒有標示清楚的事件 沒有話說 也是我們的疏忽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上 理解大家的需求 以及做好第一道的把關 現在我拍這個影片不是說要切割 而是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負責的項目 我跟普欣剛監處飲料業 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 在這次的事件上呢 我們都會努力的學習改進 另外我們身為公眾人物 我們更應該要負起社會責任 未來呢在各方面 我們兩個人一定會更努力的去加強監督 對一直以來呢一直支持我們的粉絲朋友交代 真的真的非常的抱歉 這次的事件呢造成消費者有被欺騙的感受 我們真的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們真的真的沒有想要欺騙大家的心 可是這件事情絕對絕對就是我們的疏忽 對不起再次跟大家抱歉 這幾天呢在網路上的討論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針對這件事情就好 不要波及到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合作的廠商 他們都是無辜的 甚至有很多激進的留言 私訊叫我去死 說我會下地獄 騙子欺騙 大家等等等 甚至是更難聽大家無法想像的字眼 通通都罵到我的身上 說實話這幾天我非常非常的難受 甚至會很害怕去點開任何的社群 我 願意接受一切的批評跟譴責 未來我一定會多加的小心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再次發誓 我的初心我從頭到尾 都沒有想要去隱瞞或欺騙大家 真的沒有 造成這次大家的感受 我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最後最後我 普欣以及所有實聲的工作人員 我們所有的團隊 所有的股東 我們都會好好面對 改進去好好處理全部的事情 謝謝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人 很抱歉讓大家擔心了 然後很抱歉讓大家失望 都一直以來支持我們的人 我都覺得很愧疚 然後很多的私訊 有好的有壞的 我都看到了 你們的回覆 你們的留言 對我來講都是很珍貴的一部分 我們要好好改進 把所有事情做好 最後 對不起 對不起